第467集大圣猴王 2024年1月18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今天开始故事之前呢 我先说一个社会新闻 长安汽车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 他说华为的技术会损害用户 他不用 那么他要用什么呢 他要等美国福特日本马自达等他们的技术 说白了就是这个董事长啊 他不要中国技术 他要美国技术 就这么简单 这件事我必须说一下 说完了我再骂这个汉奸王八蛋 大家现在看新闻啊 你会发现华为正在全市场全领域出击 你看华为啊 不但有全新的操作系统 新的手机 新的平板电脑 而且更关键的是 华为在家电领域 也有华为的电视 现在呢 华为正在进军啊 汽车领域 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呢 很多傻瓜认为啊 华为是为了赚钱 这么看的 都是大傻子加二傻子 最终是三生万物 全是三傻子 华为我们不能看成一个公司 它代表了新时代的全新科技 新时代万物互联的时代 大家要知道啊 科技总是为人服务的 如果科技不为人服务 毫无意义 就好像中国的大量汉奸科学家 你看那个复旦大学校长 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 他们专门研究杀死中国人的病毒 这他们都是人渣呀 他们就算不死在我手里 也要死在国家法律之下 科技要让人生活的越来越舒适 越来越方便 那么我们就单说一个人 你的生活简单说 无非是衣食住行 对吧 复杂的看病这个我都不说啊 我就说衣食住行 那么你的家里 最体现这一切的是家电 从电脑到手机 然后呢 电视冰箱洗衣机 甚至微波炉啊 电灯啊 抽油烟机啊 最好一切电器啊 都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最基础的 万物互联 进一步就到了汽车了 你的汽车也要万物互联 大家好理解吧 那么你看啊 美国的科技是不支持万物互联的 所以呢 华为研究开发了新一代的科技 我现在单独说 只说汽车 大家好理解 我就说一个啊 汽车的智能驾驶 这个汽油车基本做不到 能做到的 现在做的最好的 是华为的汽车 不过这个不是华为自己的车厂 它是和传统车厂合作的 智能驾驶 我还给大家再简化再简化 就是说无人驾驶 你坐在驾驶位上 但是你不用动方向盘 不踩油门刹车 汽车能根据你设定的目的地 完全自主的行驶 我们现在就说 这是智能驾驶吧 目前 华为在这一块啊 是遥遥领先 很多人以为这就是科技前进方向 其实这个看法还是错的 这可不是方向 这只是万物互联中的第一步 是刚开始 它根本不能体现万物互联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看这个图 这是只能容纳一辆车过去的道路 现在一辆蓝车从左向右 它的对面呢 是一连串红车 可不是三辆啊 而是很多辆 此时你看啊 蓝车后面有一个空地 如果蓝车停在这里 那么红车就过去了 如果蓝车 红车就这么头对头 谁也不让 那么谁都过不去 我们这时候看啊 华为的智能驾驶 面对这个情况有用吗 半点用也没有 因为智能驾驶啊 它现在就是基于单车的 就算是现在 红车蓝车都是智能驾驶 可是他们都过不去 如果没有人退 那么就一直堵死 堵到天荒地牢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这就要说到未来了 未来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它不是没有核心的 万物互联呢 是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里必然有个大脑 大脑就是国家的计算中心 我们单说这个场景啊 在未来完善的万物互联情况下 道路车辆是一体的 国家计算中心 能随时知道啊 每辆车的位置 速度 甚至目的地 那么这个蓝车 在没有堵死对面的情况下 就会被国家计算中心 发入指令 建议你停在这个空间 略等一分钟 等对面过去 你再前进 这样最多耽误你一两分钟 后续呢 还能通过速度的变化 补回来 不影响你整体出行 可是如果没有万物互联 华为这个自动驾驶 就是把CPU都烧干了 它也无法计算出来啊 怎么通过这个堵死路口 它也只能等 最终呢 如果没有人退 那就等一万年吧 同时你要注意啊 这是我最简化的模型 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的多 这个蓝车后面的空地 也许啊 在蓝车后面一公里呢 蓝车根本就不想退 但是他不知道 对面的红车 也许车队都两公里了 红车连退的可能性都没有 这就是谁都不知道 整体路况 那么就一起等死吧 因此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是万物互联 最终由国家计算中心 提前安排好错车计划 然后大家都能顺利通行了 现在呢 我们就基于这个最基础的场景 看懂了万物互联之下 科技带给我们的巨大好处 而这一切呢 是基于啊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 因此呢 你现在就明白了啊 为什么华为要全领域出击 这就是因为啊 万物互联要求的就是 全领域出击 如果华为系统 只是手机啊 笔记本啊 甚至最多到电视 那么它甚至比美国的系统 提高的都不多 这都没有本质变化 正是因为啊 华为的系统是针对全领域啊 忽然开发的 所以它才是本质提高 既然针对全领域开发的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开发成功之后 它必然要全领域推广啊 这不是华为全世界抢钱 这是习主席带来的下一个科技时代 必须尽快落实 那我们理解了这个 我再说一下啊 就这个长安董事长 他要干嘛了 我现在换个比喻 大家更好明白 我们把长安 华为 看成国家的两支军队 华为它是换装了 全新的国产最新一代武器装备 什么无人机啊 防弹衣啊 班组实施联系 各战斗单位 扁平管理等等一切 这都是我们国家最新研制的军事科技 而且是领先世界的军事科技 华为这支部队 它全换装完成了 它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是我们国家的一支军队啊 它用的是抗战时期的 小日本的七五山炮 手里还是三八大盖 那么你说长安这支军队 它能打仗吗 它也能 山炮也能杀人 三八大盖也能打死人 但是你看 这支军队 它适合时代发展吗 当然不适合了 这个玩意儿丢出去 就这支军队丢出去 分分钟被别的军队秒杀 如今是啊 国家要求长安你换装 换新装备 就是长安用华为的系统 尽快连入这个网络 但是长安董事长说 我们绝不换 我们这个日本山炮 那也是我们多年研究发展的 我们用的很熟练 我们不要华为的装备 我们等着日本人的装备 虽然现在啊 这个小日本还没有新山炮 但是那是因为人家谨慎 人家做事有工匠精神 日本太军正在冷静观察 局势发展 等日本太军呢 观察结束 你看人家马自达一发力 华为就完蛋了 马自达会拿出 全新的更高科技 山炮Plus 我们等着换装 山炮Plus 大家懂了吧 那个就是长安董事长 正在做的事 此时啊 我先不说 他这个山炮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我们就算他用上了山炮Plus 可是万物互联之下 这个系统 他需要全盘管理的 这就好像一支 训练有素的军队 其中每一个军人 都要听命令前进停止 这样军队才能运转自如 长安汽车 以后用的是美国的系统 这个系统是根本 连不到国家计算中心的 因为国家计算中心的系统 是华为的一套系统 我前面说了啊 我们假设这里要求 最小信息单位 就是一寸 而美国人再怎么弄 他再怎么补拉斯 都是在原来的系统上 搭补定 最小单位是一尺 这个玩意儿 一尺丢出来 国家计算中心 根本接受不了 于是结果呢 那就是 就算长安用美国的系统 研究出一套自己的 所谓自动驾驶 那么这个长安汽车 根本容不到万物互联里面 你回到刚才那个场景 那就是啊 蓝色的长安汽车 它得不到国家计算中心指挥 它就挡路 它一挡挡你个十天半个月 你看啊 就算对面红车 都是华为系统 那是白搭呀 那路还是堵死了 谁过去 大家懂了吧 此时呢 你就马上看明白了啊 长安董事长 他表面拒绝的 好像是华为 其实这真的都是表象 是掩护 他他妈就是啊 小号邓小平 当代邓小平 实际上 长安董事长 他就是正在进行 邓小平三步走的第二步 土地流转 大家千万别以为啊 到了这个层次的官员 会由着性子胡说八道 那绝不可能 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才说出来的那番话 我跟你精准对照一下啊 当年邓小平要拿到土地啊 他分三步走 第一步就是包产盗户 而这个包产盗户 这个土地是怎么来的 那是毛主旗时代 全民一起建设的成果 结果邓小平就分给了个人了 那么你看 长安汽车 它是朱华荣一手建立的吗 根本不是 这个长安汽车是 国有特大型军民结合产业 总之这个应该算是国企 但是大家要明白啊 国企啊 这只是给人民看的 背后谁控制才是关键 所以这就好像包产盗户了 长安汽车 现在是朱华荣说了算 而长安汽车发展到现在 也算是国内顶尖汽车制造场了 那么你看 这是朱华荣一个人的功劳吗 根本不是 这是那么多工程师 产业工人 几万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人 集体的功劳 同时我再不客气的说一句啊 就是长安汽车本身 他们一直是弱者道之用 因为长安主要造的是油车 而油车欧美发展了近百年 那是一条成熟的跑道 长安汽车 不过就是在这条跑道上跑而已 我们国家因为要追上各种短板 所以这个长安汽车呢 就在这条发展 它是追短板的 现在追上了 那也不过是弱者道之用 因为它还是油车 华为就不同了 它是反者道之中 这个层次就完全不同了 我现在就不说层次不同了 我就说到了现在啊 你看 长安汽车 它是借助于中国完善的产业链 完善的基础设施啊 才有了挑战欧美日车企的资本 它的底气不是它自己 而是全中国 你把长安汽车丢到尼日利亚 你看它还能发展起来吗 当然不能了 在尼日利亚 它那成本人员 不过两年 长安汽车就没了 它就被新兴的国内车企给吞没了 所以呢 中国 我们的祖国 是一切中国企业的后盾 大家都是依靠中国 才发展起来的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董事长他说 我们长安的汽车 要用美国的系统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而是他说要自己开发这种系统 那你不用华为系统 华为芯片 你只能用美国芯片 美国系统 没有第三家呀 未来起码是智能驾驶时代呀 所以长安汽车 它的汽车的核心灵魂 就交给了美国 这就是邓小平夺取土地第二步 土地流转了 长安汽车的核心系统 是他主动送给了美国 而且还是他给美国人开发的 就这个狗东西啊 当狗还自带狗粮 你看啊 土地流转完成了吧 此时就有了一个问题了 当新一代万物互联 不可阻挡的来临时候 长安汽车的旧系统 它显然不行了 那么怎么办 这不就是资本下乡吗 长安汽车董事长 朱华荣立刻说 这企业赔钱了 不干了 我特别卖给美国人 美国人印刷点美元 就拿住了中国的一个汽车产业 大家看懂了吧 这样美国人硬生生的 在中国的汽车新质带 拿住了一家中国的汽车企业 而朱华荣呢 拍屁股 拿着丰厚的汉钱经费 退休养老了 他儿女后代呢 都因此得到了美国人的照顾 我说的呢 就是一个大概路线 具体细节 那可比我说的复杂一万倍了 我是不懂的 可是这个路线是不会错的 因为科技发展 有自己的规律 当你明白 万物互人的本质和表现 那么不融入这个体系的 只有这个下场 没有第二个 可是呢 我都能看明白的未来 你说长安汽车董事长看不懂吗 那他就不可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他完全是明白的 他就好像邓小平 邓小平如果不知道包产当户 就是瓜分土地 他怎么会提出来呢 如果长安汽车这个董事长 不明白未来是万物互联 他干嘛拼命拒绝华为呢 你只有明白他的汉奸本质 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长安汽车的董事长 宁可等待呀 日本泰军的山炮不拉斯 他也不要华为的全新作战系统 你说这不就是个王八蛋吗 显然他就是王八蛋 他正在卖国路线上狂奔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看啊 华为成立了自己单独的汽车部门 由此你就看到了 华为的决心 也看到了国家的决心 我说事情呢 只能说主干 下面细节就都是树叶了 因为我不接触社会 我就不懂了 但是我们就看趋势 你看万物互联时代怎么来临 那就是要华为的鸿蒙系统啊 深入原社会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角落 只有这样呢 新时代才能真正来临 如果我们的汽车 我们的冰箱手机 还是美国的系统 那么新时代的威力 就不能完全体现出来 我再给大家合理推演一下啊 你看啊 我们不只是在国内发展 我们更要带领全世界前进 我还以汽车来举例 一辆万物互联的华为汽车 它卖到俄罗斯 俄罗斯呢 也接受国家计算中心 那么这辆车 它在俄罗斯和在中国形式 都会得到相同的科技支持 可是呢 长安汽车 它是美国的单机系统 单机无法融入系统 它就不但在国内阻止万物互联 它还跑到国外霸占市场 继续阻止一带一路推进 很多事都是一体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啊 还要冷静的 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看现在国战车 在海外热销 那么这个背后 有谁是国家队 有谁是九转灵魂 前台马载 我们要思考 当然啊 这个玩意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一下 这就有个词啊 叫做捧杀 说到这里啊 我必须要再说一下啊 昨天我没有解释完全的 陆立大仙了 陆立大仙就是宣传部 它不是拿了一个杀盆 放在供桌上吗 你把这个杀盆两个字 调转过来 这就是捧杀 宣传部 它过去几十年的手段 一直就是捧杀 各种捧杀中国 各种捧杀中国人 然后中国人就成为了贡品 你看长安汽车 不就准备上贡给白皮黑鬼吗 你看金灿荣这样的大气党 天天说 哎呦 中国好得不得了啊 美国马上就完蛋了 我们都好听话等死啊 结果呢 三年疫情 我们差点完国 捧杀 就是宣传部过去几十年 一贯的表现 你看他不就是胡吹邓小平吗 胡吹新时代吗 胡吹改革开放吗 其实这也是捧杀 你看啊 宣传部批判过谁啊 一个也没有 他们连四人帮都不批判 他们就是玩命吹牛逼 玩命捧杀 所以啊 人民要从捧杀中看到本质 不太容易 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如果不是这个 猪华容蹦出来 明确反对华为 吹捧美日 我都不知道 他是汉奸王八蛋 现在我就知道了 他就是小号的啊 汽车领域的 当代邓小平 他正在执行啊 土地流转这一步 大家看懂了吧 国内情况实在太复杂了 我又不接触社会 所以具体的事呢 具体的人 我就真不懂了 但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凡是不积极 接入鸿蒙系统的 真的都可以算多汉奸 因为他们不接入鸿蒙 必然用美国的旧系统 西方邪恶帝国的统治 具体到科技领域 就是他们的手段 那就是美国的旧系统 你们不积极 接入中国新系统 你们其实 他们的旧是汉奸 你们就在阻挡新时代来临 你们就在给鬼子卖命 这个长安汽车董事长 朱华荣 就是汉奸王八蛋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 不能接触社会的原因了 我这个脾气太暴躁了 如果我真的接触社会太深了 我知道是多了 那我一生气就把他杀了 显然我不能这么做 所以我就不接触社会 我也拒绝接触社会 眼不见心不烦 那么就没有 反正我也没有杀人的权利啊 我没有随便杀人的权利啊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记住今天的故事 昨天呢 那两个大仙喝了尿 他自然就识破了 此时孙悟空就说呀 我既然弄了手段 我就留个名吧 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成是 二十大之前的各种战斗了 孙悟空留名 就是说 此时邓小平已经知道了 习主席神仙下界 不过你看这一句话 孙悟空说 哪个三清肯下凡击 这句话就是对所有人说的 包括那些 一心想对习主席 要长生不老的官员 这就是啊 习主席以神仙身份告诉所有人 神仙绝不会本体下来的 人间的人都是凡人 当然啊 这地方我不得不说啊 之前的达赖班禅 和之后的我 都会有来自天上神仙界的神通 但是这样的人实在太特殊了 你看过去也就是达赖班禅俩人 之后呢 也就我一个 因此这地方是神仙告诉所有人啊 不要追求人间的长生不老 这个不可能 我还得是以我来举例啊 大家立刻就明白了 我的身体啊 和凡人没有半点区别 你看现在 北京大规模咳嗽 我也有点了 该得的病我就得 该衰老我就衰老 当我完成了我的使命 我也老了 我自然就死了 我也不可能在人间长生不老 那我都不能长生不老 你们谁还能追求长生不老啊 那不就是瞎着弹吗 因此呢 习主席为中国人开启的永生之路 是以啊 我将无我不复人民的精神 走完这一世 死后呢 我们回到东方神仙界 而不是在人间一直活着 大家懂了吧 最后 孙悟空说 你们吃的圣水 不过就是我撒的尿 这地方我就直接说了吧 这说到了两个方面 当然第一个是说呀 胡人撒尿 邓小兵时代的官员全喝了 这个意思有 可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上一集就讲明白了 这里呢就有了第二个意思 这是说二十大之前呢 很多高层斗中 各种花招不断 那就是大中平手段 人民不知道 也不可能知道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说了啊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 既然孙悟空说出身份 道士们就拦着门呢 各种武器对着孙悟空 没头没脸的向里面乱打 你注意啊 此时孙悟空在里面 道士们在外面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到了二十大之前 邓小平 试出阻止 习主席 二十大连任 他们各种手段的 各种花招都使出来了 最终你看啊 孙悟空左手拉着沙和尚 右手拉着猪八戒 闯出门 那就是二十大伟大胜利了 同时呢 这个左手右手 就是思想领域 物质领域 习主席也抓住了 他们回到志渊寺 但是却不惊动唐僧 这就是说 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老百姓一点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我的解读 人民根本不知道 习主席在二十大后啊 二次建国 二次建党 二次建军 人民还以为 这就是普通的连任呢 这就是不惊动唐僧 不过这时候我就 你看啊 提到了志渊寺 此时呢 我就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志渊寺的更本质含义 这个志渊寺 是智慧的源头 这个意思 智慧的源头 就是中华文明 此时唐僧 在志渊寺睡觉 那就是说 二十大之后 人民就开始 浸泡在中华文明之中 具体说 就是我的视频出现了 只要你看我的事情啊 不管你是支持 还是反对 接受还是痛骂 但是我的视频 已经出现 而且它无处不在 网友啊 正在私下到处传播 这就是二十大之后的人民 不知不觉 是浸泡在 中华文明之中了 当然啊 很多人还在睡觉 他感受不到 大家懂了吧 接下来啊 大家看时间啊 你看是五谷三点 看到了吧 这就是说的啊 习主席第三个五年 其实就是五年大反腐期间 就是现在 因为这就是 马上要和三个大仙斗法了 所以这其实可以具体看成啊 2024年开始 此时呢 唐僧醒了 唐僧代表人民 这是人民觉醒了 唐僧说 徒弟啊 我要捣换官文 这地方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因为人民通过看我的视频 逐渐觉醒 所以人民要求 对汉奸卖国贼 做彻底清算 同时人民也要求 尽快进入 习主席下一个科技时代 孙悟空就对唐僧说 这地方是个昏君的 我们保护你一起去 这就是 习主席带领全体人民 要彻底清算 汉奸卖国贼了 你看啊 这个时候 唐僧披了锦蓝袈裟 这个锦蓝袈裟 代表了中华文明 也代表了 人民当家做主 孙悟空带了 通关文蝶 通关文蝶是什么 那就是 怎么进入 下一个全新时代 我们凡人只靠 自己的力量进不去 所以 此时 孙悟空啊 他是习主席 但是他同时 也代表了啊 东方神仙 他是有两个身份 这是东方神仙 和人间领袖 这两个身份 只有这两个身份 融合在一起呀 才能带领人民 走入下一个新时代 所以呢 是孙悟空拿着 通关文蝶 沙和尚捧着 波鱼 此时你注意啊 沙和尚用的是 法号 物净 这地方因为联系到了 波鱼 波鱼它就是 人民的饭碗呢 邓小平几十年 给中国引入 无数垃圾 毒药 软基因的毒种子 人民吃的东西 都带毒啊 现在是 沙物净 捧着波鱼 这代表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啊 人民的粮食 终于干净了 就没有毒药了 同时呢 这也是第二件事 这就是说呀 干净的粮食 主要是天上 东方神仙 施展神通 最后呢 是猪八戒拿着膝杖 膝杖代表了权力 这个猪八戒 现在就是干部了 你看都不叫猪八戒了 他叫猪物能 这是他的正式的名字 这就是说 五年大反腐期间 干部是依法处理 汉奸卖国贼 最后呢 行囊马匹 放在志渊寺 和尚们看守 这地方 马匹是陆县 行囊是皇帝阵 这说到了未来啊 未来一代一代的中国 皇帝阵和陆县 都要中华文明来保护 志渊寺的和尚 此时就有另一个含义了 志渊 就是志愿的意思 你想起什么吗 那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啊 志愿军你要注意啊 他是在哪儿作战的 他在国外 可是他们为谁而战 是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 这就是说啊 未来一代代的中国人啊 你们要有志愿军的精神 如果有人对中华文明不利 那你们啊 要果断的出国作战 把一切危险 消灭在萌芽 消灭在国境线之外 这样才能保护 中华文明的传承 大家懂了吧 此时呢 他们就来到了皇宫 这个时候国王是谁啊 现在国王啊 还是邓小平 这个就是说到历史了 这是天地一指的时间概念 这就是说 习主席第三个五年 他的作战对象 其实是整个邓小平时代 那个时代 国王就是邓小平 大家懂了吧 国王听到有和尚来 他立刻说啊 真有不怕死的和尚啊 那就快去给抓过来吧 抓过来就杀了 和尚代表了革命者 国王就是邓小平 他面对任何革命者 只有一个字 杀 这个时候呢 旁边出来一个太师 他说呀 东土大唐 距离这里 万里之遥 这帮和尚能一路来到这里啊 一定有些法力啊 不如就让他们过去吧 意思是我打不过他们 这个地方这个太师啊 他是邓小平的智囊 我前面一直说呀 邓小平卖国都不会 他的卖国政策 都是他身边的人 给他出的主意 所以呢 这个太师啊 他不是具体一个人 而是邓小平的所有智囊 比如那个李以宁 他提出股份制改革 他就是这里的大师 太师啊 同时还有啊 铁宁的老公 华生 他提出双轨制 通过这个 邓小平 掘取了大量的国家财富 他也是这里的太师 邓小平的智囊 已经发现了啊 齐主席 是他们打不过的对手 所以他们劝邓小平 就别做死了 你就潜伏下来吧 现在暂时认个怂吧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啊 邓小平不知道 习主席东方神仙下界 他只以为啊 习主席不走迈过路线了 可是他呢 又打不过习主席 所以智囊就让他潜伏下来 别作对 当时他们的目标啊 是让习主席 二十大不能连任 然后那个两个胡人儿子 不就上来了吗 如果邓小平知道 习主席是神仙下界 如果他知道 我是来杀他们 这帮救赚灵魂的 那么他们一开始就要玩命 他绝不能认怂 你看现在他们也不认怂了 他们也不认输啊 不过那个时候 显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 狼僧师徒就进来了 而且你看啊 通关文谍就递给了国王 就在这个时候 三个大仙来了 他们后面呢 还带着一双小孩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童男女啊 此时三个大仙 不代表教育部 宣传部 卫生部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搭理邓小平 而是直接上了金鸾殿 他们比邓小平地位高 所以呢 三个大仙代表了 邓小平实际的主人 就是他跪拜的白皮黑鬼 这里不但说明了啊 邓小平跪舔白皮黑鬼 同时也说明了 白皮黑鬼 吃了无数中国的童男女 谁给他们提供的呢 自然就是邓小平啊 就这个死兔子啊 真他妈不是人呢 接下来啊 时间就重合在一起说的了啊 你看邓小平说 国师啊 我都没请你 你怎么就自己来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啊 中国对于白皮黑鬼 那是没有大门的 什么海关呢 他都不存在 人家想来就来 根本不用你死兔子 邓小平同意 然后呢 三个大仙就问 就看到了唐僧了 他们就大笑 他说啊 我以为你们这些和尚都跑了 原来还没有跑 接下来呢 三个大仙就说了一堆话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陛下不知 这就是说 很多事邓小平不知道 这个地方还不是不知道的意思 而是邓小平太愚蠢 全国全世界的事情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三个大仙说啊 三个大仙说啊 他们是昨日来的 昨日就是二十大之前 在东门外 还打死我两个徒弟 你看啊 东门外 那么现在呢 他们在东门内 这就是说 二十大之前 我们还没有完全走上东方大道 二十大之后 我们才真正走上东方大道 杀了我两个徒弟 这两个徒弟 我们具体说 其实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以色列 这是未来会发生的事 现在正在发生之中 还没到出结果的时候 放了五百个和尚 这就是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 打碎车辆 就是切断了对外输送利益的途径 夜间闯进三清关 毁坏上相 这个地方就特别逗了啊 这其实说的 就是我的一系列视频 我的视频只在民间传播 但是我的视频 是旗帜鲜明的 摧毁一切宗教 彻底掀翻 西方邪神的思想监狱 但是我的视频呢 又不能在官方出现 所以这就是啊 夜间毁了上相 吃了供养 那就是说 之前卖国贼 对外输送的利益 全被习主席截住了 留给了中国人民 三个大先最后说 我被他蒙蔽了 还吃了他的小便 当我尝出滋味的时候 他却跑了 这地方就逗死了啊 这个小便是什么呢 你记得邓小平之前 死前述职 他也是小便一次 小便就是小便话 这说的是什么呢 这是说 十八大时候 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 此时西方白皮 也不知道习主席是什么意思 否则他们早就破坏了 大家要注意啊 你看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 是在国外搞建设 国外都是白皮地盘 你说美国为什么不阻拦呢 因为这对他有利 这怎么理解呢 你要完全明白啊 美国的本质 它就是一支军队 那么这支军队怎么生活呢 就是中国人养着他们 因此呢 中国人在海外搞建设 白皮认为 你这是给我在搞建设 我当然不拦着你了 相反 当地人生活好了 那不是也要感激白皮 感激美国吗 同时中国人 你建设成果再多 我都能通过超发美元 给你抢过来 美元和人民币的捆绑 那是中期搞的 几乎这就是基本国策了 那个一个美元 换你七个人民币 就这么来 所以中国再多的物质财富 都人家印钞机一开 就都走了 大家懂了吧 白皮最初以为 一带一路啊 不但有利于美国 还有利于美国形象 所以白皮 就是说他们没有智商呢 你看 这就是大仙说 我被他蒙蔽了 然后吃了小便 什么叫吃了小便呢 这就是说 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 世界起了一些小变化 而这些变化 却完全出乎白皮预料 你比如啊 阿富汗美军都被迫撤走了 而且以色列 被各种势力狂揍 这绝不是美国要的呀 这个变化对美国非常不利 此时大仙说 我这才尝出滋味 这就是说 当一带一路 真正成型的时候 美国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然后大仙说 我正要抓他 他却跑了 这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都说到了 二十大之后了 当美国发现真相的时候 他立刻动手了 那就是2016年 海军对峙 还有对中国的各种制裁 还有三年疫情 都包括其中了 这一切手段呀 美国都用尽了 可是却没有胜利 因此 这时候大仙说 孙悟空跑了 其实是说到了 二十大之后 白皮依靠中国外部的力量 那些外敌 他们想靠这些打败习主席 已经不可能了 因此此时啊 白皮是寄希望于中国内部汉奸 所以白皮不请自来 他们现在就在中国内部 其实这说到什么了 这个时候三个大仙就是 教育部 宣传部 卫生部 现在这三个部门 其实就是白皮完全控制的 他们最主要的武器 就是这三个部门了 白皮 包括邓小平 要依靠教育部 宣传部 卫生部 在国内搞鬼 最终翻盘 大家看懂了吧 因此你看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就说到了教育部 宣传部 卫生部 那就是因为啊 一切外敌都被习主席打败了 白皮和邓小平 都只剩下最重要的 也是唯一的 最可能翻盘的武器 那就是教育部 宣传部 卫生部 说到这个卫生部 我就跟他们来气啊 北京的一个区啊 我就不说哪个区了啊 他刚说开始打疫苗啊 北京就全面咳嗽 我现在都开始咳嗽了 我都很难坚持做视频了 如果老咳嗽 我都没办法念文稿啊 你看啊 如果卫生部 全国到处投毒 宣传部在说 共产党不管老百姓死活呀 快点来打针哪 打针才能防止咳嗽啊 你们才不能得病啊 那教育部在那儿 学生 给我打 给我打 必须给我打 不打不让你上学 那么你看 这一切都发生之后 国内局势会变成什么样 大家懂了吧 外敌和邓小平 现在他们翻盘的唯一希望 就是挑动起来 人民群众 让社会乱起来 但是这个乱呢 因为是宣传部 教育部 卫生部主动挑起来的 他们是可控的 他们绝不针对九转灵魂 而是矛头直指共产党 直接指向习主席 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招了 也是他们的绝招 所以这一个系列 就是大圣猴王 看到了吗 这也是习主席 亲自和他们决战了 当然啊 人民也会积极在思想领域 参与到这场战争来 我也会行动起来 大家不要担心 神仙早就看到了这一切 我们光辉灿烂的未来 也就看到了 邓小平等一切敌人的 可悲可耻下场 神仙也看到了 此兔子邓小平啊 现在你还敢害人呢 你看 等我有了神通啊 你看看我 怎么杀你个全家 鸡犬不留 你真是他妈气死我了 你这个王八蛋呢 你就给我等着吧 接下来一段呢 你看啊 孙悟空和长说话 这什么意思呢 两只手合起来 那就是不动手 不动武力 这是说的啊 二十大之前 国内斗争 其实这段话啊 就是说了两件事 第一件 孙悟空说 白皮因为一件事 就要杀俩和尚 因为另一件事 就要抓一个和尚 再有一件事啊 他就要把我也抓了 那么你看啊 唐僧世出一共就四个人 这不就都抓完杀完了吗 而且孙悟空说 你这没有证据啊 是栽赃陷害 这地方是说呀 邓小平不是不想杀革命者 但是这不是依法治国吗 习主席在最高层 以各种法律手段 保护了革命者 如果没有习主席 在最高层的保护 革命者早就被邓小平杀光了 然后呢 又说起了小便 孙悟空说 天下同名同讯的多了 怎么能说这件事 就是我干的呢 这里就是说到第二件事了 一带一路 是在十八大之后 习主席明确提出来的 这肯定瞒不过邓小平啊 全中国人民都看到 全世界人民也都看到 那么美国人现在说 是习主席的一带一路 导致了我们美国白皮统治崩溃 这个邓小平他竟然想不明白了 怎么习主席 只是在国外修了一个桥 建了一条路 拉了一个电网 你们美国就完蛋了 这个内部的逻辑在哪啊 邓小平完全想不明白 如果他想明白 他早就在国内捣乱了 他最后早就在国内 破坏一带一路了 大家懂了吧 你看最后一句啊 说的是 国王本来混乱 他决断不定 这就是说的啊 习主席的一带一路 其实就是光明正大的招数 全世界都看到 可是呢 白皮和邓小平都看不懂 习主席的目标 当一带一路成型的时候 一条路 一座桥 一个电网 就这样一点一滴的 国外建设 竟然把白皮的统治基础 打崩溃了 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其实我敢肯定啊 即便我说到这个程度 死兔子的邓小平 你也在看我的视频 可是你啊 还是看不懂这里的逻辑 我就说这个邓小平 完全就是个弱智 你把邓小平 扔到智障人群里面 他都当不了领导 他连智障都不如 你这个王八蛋呢 你他妈让卫生部投毒啊 害得我现在都发烧了 我的身体啊 是经过神仙改造的 这都改造一年了 我现在都发低烧 我这一年多都没有病过 你可见这个普通老百姓 是多难受 你真是个王八蛋呢 卫生部也是王八蛋呢 我一旦有了神通啊 我这是 就算为了我自己 我也得报仇 全北京全中国 那么多人 被你们明着杀害啊 我不杀你们啊 全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接下来这一段啊 可是最关键了啊 这就是邓小平和白皮 他们最后的计划了 你看啊 这个时候 外面来了三四十名相亲 这代表什么呢 这就是邓小平时代三十年 或者你说是四十年也准确 我们从二十大这一年开始算 你看啊 2022年 向前四十年 正好是1982年 这就是死兔子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开始了 然后说三十年呢 那就是我一直说的啊 邓小平时代三十年 这个三四十年 代表了1982年到现在 所谓的属于改革开放的时代 乡亲们说 今年一春无雨 恐怕下月干旱 所以请国师下雨 一春是多长时间 一个春天 一个就是三个月 对吧 这代表了三年疫情 一春无雨 是说三年疫情期间 国家因为李克强 各种疯狂捣乱 人民的生产生活 被极端破坏 很多人这三年 生活得很苦很苦 夏月干旱 这个夏月 有两个意思 我都得说 夏天是火热的季节 是阳光普照 这就是说二十大之后 同时夏月 直接也可以说 就是接下来这五年 或者说十年时间 大家看懂了吧 这是死兔子邓小平 对习主席说 我的改革开放 你别管我怎么欺骗人民 就算是我窃取了 芯片时代的发展 但是我说 这是我改革开放带来的 人民都如此认为 他们被骗了几十年了 一直相信 人民都觉得 就是我死兔子邓小平 改革开放 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现在经过三年疫情 人民生活很苦 如今二十大了 习主席 你继续执政 那么接下来 如果人民的生活 没有明显提高改善 那么人民是不满意 你的执政 人民就要造反 大家懂了吧 最后国王说 你敢和三个大仙比求雨吗 如果你求不下来雨 我就要杀了你们 这地方不用解读 大家也有看明白了吧 这就是 全世界所有人目光 都看向中国 看向二十大之后 我说的紧凑点 其实就是五年大反复期间 这个期间 国家不但要抓罕奸卖国贼 而且还要尽快 让人民生活改善提高 如果习主席 党中央国家 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国内外敌人 就可以趁机挑动民意 造反了 他们就要翻盘了 因此这个时候 大家就更加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一个系列 说的如此具体 你看我直接点明了 教育部 宣传部 卫生部 为什么呢 因为挑动群中的工具 就是这三个部门 你看看我都发烧了 我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我竟然发烧了 而且我的身体 是被改造的很好 很强大 我都发烧 那么普通老百姓 真的比我痛苦的多 如果卫生部 天天天天的 到处投毒 那你看 人民发烧不断 人民能不怨声载道吗 这个时候 宣传部 岂不就是趁势 就拱火带节奏啊 同时 教育部就又说 打针 打针 再打针 但是人民此时都觉醒了 我就看到网上 无数人都说了啊 我坚决不打针 那么你看 如果教育部 他强迫学生打针 否则不让你上学 而家长绝不让孩子打针 这不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立刻就起来了吗 那不就是 社会一瞬间就乱套了吗 同时你这时候 再回忆我这一集开始说的啊 长安汽车董事长 他在干嘛呀 他就在玩命阻挡 习主席新时代的来临 新的科技时代 会带来海量全新财富 而中国国内 有大量的汉奸企业 他们以各种手段 阻止这个新时代来临 新时代不能来 那么海洋财富 就制造不出来 人民就不能立刻受益 这样汉奸不就得逞了吗 他们就借此翻盘 现在大家彻底看懂了吧 天下万事万物的联系 你看一个长安汽车的董事长 他说的话 你以为是商业行为 其实根本不是 他就是汉奸王八蛋 他是疯狂跳出来 他不但带领一个长安企业 他阻止新时代来临 而且他还有一个 模范带头作用 他起造了模范带头作用 标准的汉奸模范 这个人可以用他的影响力 让整个汽车行业 八九成企业 集体的跟着他拒绝华为 因此呢 华为马上成立了 自己的汽车公司 这是当机立断的反应 你看这时间多快 大家就从长安和华为 这一次交手 你就知道 国内局势是多么严峻 此时呢 国内汉奸道小平 国外白皮 他们已经完全勾结到一起了 他们都合体了 你就看这个傻逼 长安汽车董事长 还他们说马自达 马自达都他们快破产了 他还等日本马自达 这他们真是 狼八蛋大汉奸一个 大家看懂了局势 自然也就有点担心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不要担心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你看最后一句话呀 孙悟空笑着说 小和尚也会求雨 这就是说 习主席对这一切 早就胸有争猪 他看得到未来的 他有了毕生的把握 所以呢 我再提醒大家 看这个系列题目 大圣猴王 大家看懂了吧 这都是习主席 这是习主席的两种身份 大家看看现在的局面 如果一个凡人 你能应对吗 你应对不了 实在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 关键是敌人就在国内呀 你看长安董事长 他就说 我就不用华为 那么你说你能强迫他吗 你不能呢 他也没犯法呀 他在商言商 可是他这样的 所谓在商言商 其实就是疯狂当汉奸 疯狂为邓小平 为白皮卖命 所以你看那个雷军的小敏 玩命也要造车 为什么呀 他就在一切领域 阻挡华为鸿蒙系统的扩张 大家懂了吧 那帮人后面 一定站在九段灵魂 这个长安汽车董事长后面 他一定站在九段灵魂 我神通一来呀 我先杀你们这帮王八蛋呢 真是气死我了啊 不说了 我要休息一下 下一集再见 我先杀你